之前很多顾客在找的颜色 这次有白色的 白色Seahaze 它就是那种很浅很浅的粉青色 Seahaze 再来就是这个卡其色 5个色STH12价钱值 是69 这个minian selling price 应该是由厂家规定 必须要卖的价钱 我身上穿的是baby blue 整体它穿起来是这样子大件 就是比较属于oversize那种 衬衫版 比较脆异的 给XXR的顾客 稍微有没有超过114都穿得到 那么就是你稍微这么巧是114 我们还是预留了一点空间给你们 一样它是前长后短 可是这一边呢 这个呢 它的前长 它前面的长是属于比较长 然后后面呢 就是比较长 因为我心情有个是前面比较短的 是比较这样子短的 这个呢 它是cover到这一边的 后面一样是比较长的 看完了的 看完了的 两片铺这样子车起来而已啊 所以我们每次讲这个厂家 它的那种 它这种衬衫啊 还是cotton tee 它的那些车法都是比较 比较比较多小细节 它从这边开始中 这一边这样子斜破下来 所以整体你穿到身上的时候 你会比较显瘦 然后虽然它是这样子比较overside 可是它整体看起来 它是有胸腰 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破开来 它是这样子斜破啊 从这边这样子斜破 左右两边 然后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后面穿的时候 就是后面有扣开了 虫头套 OK 我身上穿的是baby blue 基本上助理去配长裤 我配一个短的裤子啊 星期二的一个款式 如果你要穿的比较小性感 然后比较帅气 比较young的话 你可以像我帮你这样子的配吧 OK 然后我就搭牛仔长裤啊 那么这个款式呢 是属于一个纯新的款式啊 呃 然后就说 面料方面也是顾客非常喜欢的 其中一种cotton面料的 它是属于微潭啊 因为面料是属于微潭 所以说你们整体上 有比较有裸色系的感觉 韩系日系 你可以选择带着我 卡齐 微潭还没有要学到 是一点点的弹力啊 很简单的款式 可是说它特别之处就是说 它前面这边它是属于比较短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说 有时候不过是偏爱 就是说前短后长可以盖到臀部的 然后最主要是说 这个的size啊 是属于比较宽松比较大的 整体这上身完全是没有约束感 呃 简单款就是说搭上班的呃 你看啊 就你这样子搭 其实搭西裤 跟我们亲切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很好看 对 可以搭上班人家里面可以搭 就是说比较贴身的西装裤 或者休闲短裤长油仔逗搭 不同的感觉 对 完全是不样风格的 可能你星期五上发smart 可以像助理这样子搭搭 平常休闲触街之后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的配搭 对 对 简零十岁 对 而且是搭牛仔 像那只头十岁 蓝再搭牛仔 是比较简零 那么你说整体要比较日系韩系风格 我建议你们搭我身上这个卡级的 你不要呃 你如果说要比较韩系日系的风格 你们搭米色或者是白色的下半身裤子 是一简零 二风格就不一样了 是属于比较偏向日系韩系那种风格 所以说之前用来白色的裤子 你带着这个 然后你这样子搭很好看 简零风可是说是有款的 不是说 就像他讲 他虽然是你看镜头你看 他虽然是直筒简 可是他有一些小细节 他有特地去破开之类 休闲的边路你要比较短的 你可以选择把它遮起来 这个是可以啊 还有他用这个板可以把扣起来 呃 从一个七分袖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扣起来 就是变成一个四分的袖子 是可以的哈 这个款式 我现在袖子是把它扣了起来 我没有把它翻遮 我就是这样子扣起来 给他也这样子有个款式 OK 他的扭扣啊 是在这边这样子扣起来 不需要方针 你这样子扣起来就好了 就整体袖子这边就好像有个款式 这样子 我也要配搭 这个短的裤裙 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央显年轻的就对了 所以这件衬衫 你不一定说买了上半穿 你之后平常休闲穿 你这样子配搭是特别有活力的就对了 OK 我身上这个是西黑衫 基本上应该这么说它的颜色都是很粉色系的 OK 所有的颜色都是很粉色系的 像该助理讲的 可能你要含细 用细一点的 你就带个卡 或者是白色 OK 我身上的西黑衫 带浅浅的青 这样子 OK 粉青粉青色 转后面 后面是比较长 所以我这样子配搭你看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讲 有一些这样子的衬衫 你这样配这样子比较短的 只是看到一点点 不要看到太多 落影 落下衣 还是你直接配一个长裤 OK 它整体穿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转后面 后面是比较长 一样是可以遮到臀部这一个part 我那些想要找一件上衣 可以遮到hip这一个part 这件非常适合 前面不会 前面它是前短后长就对了 OK 我身上穿西黑衫 我去换pinch pink给你们看 不要女人味的那个颜色 OK 你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 因为可能就是网线 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吧 Shelene你的是pinch color solar 惨了 这种变刀了 变得伸出去了 我吃了咖喱面 来咖喱面 来咖喱面 现在只要我扣好你扣先啊 一滴滴的是baby blue solar 如果你是新人的话 我们待会直播完了我们才会一次过结单啊 并定说可能你之后还会有价钱的产品 所以说如果你之后就说我们直播完了我们才会帮你结单 保留期间是24小时 而且你的是pinch color solar 我还没有穿pinch color出来呢 因为上次很多有个款式很多 不太玩不到这个颜色的 是啊 这样厂家的厉害点说很多款式非常的简单 过来那边你会觉得很企业 可是上次说你的嗯这个是说跟你们以往 还是之前有些款式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它的厉害点是在这一边 你要减零的啊讲真的我强力推荐啊你这样子配搭 年级马上减零了 因为这样子又活力的来又很young的感觉 所以没有说买了这一件衬 它是属于那种衬衫版 可是穿起来你可以上班休闲都很好看 你在休闲你这样子衬啊就配搭这样子一个裤裙 这样子还是休闲的来比较formal一点比较端转一点 就像初里这样配牛仔裤 他就说配西裙或仔裤脚的他仔裤脚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pitch pink啊很多人会喜欢 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这个颜色啊很多顾客买不到 因为它显得比较有女人味尖 然后它是有点小心它的颜色很特别就对了 so far应该说只有这个面料有这样子的颜色 上一次有一次也是这个面料 特别显白啊OK特别显白 比如说很多时候啊很多卖家们不做这种粉色 然后他们很多时候做的粉不是这种粉 他们那种会比较偏向那种正粉 还是说就是比较不适合所有的年龄成出来 它这个pitch啊它是带着淘粉色 所以说不挑年龄加上就是说 最主要它是说它带出来的那个女人味色 要柔柔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不会那种太over 不会那种那种就是说太感 一眼就非常腻的感觉 因为有些粉一开始看很好看的 看到脸脸就觉得好像很腻 这样子它这种的粉 就是pitch啊这个也是不会有那种感觉 OK很好看 所以像刚才讲的我建议如果你要这样扣起来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折的 OK你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直接扣起来 它就袖子这边形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 OK要它赶快穿的时候就是后面扣开了 从头套啊因为我懒得去扣它后面是有一粒扣的 因为蓝色收了然后你先蓝色收了 Janette你一样是pitch color 我先换白色给你们看 我会收这一件啊 因为整体穿起来它没有那种约束感 可是它穿起来是有那个曲线 没有约束感可是它还是有那个曲线在那一边 OK 这些裙 呃 主播身上那个是裤子来的吗 它是裤子来的 呃我会发资料给你 可是有些size是没有了的 那我还不是 呃我就发资料给你 然后你inbox下单啊 另一个款式你可以inbox下单啊 有的话我们带回呃直播完了 我们直接就send you final invoice 可是数量是很少而已啊 主播那个是裤子啊 只是它前面的款式 看起来是它多了一层就好像裙子 基本上它是裤子来的哈 等下我会刷啊 啊 稍微把衣服啊 翻起来给你们看 你看那个裤裙吧 OK 这边是什么裤子啊 DSD19 来我们有白色 如果你忘了白色会透吗 基本上它的厚度有在那边 可是还是那句话啦 穿浅色系 你内内在美穿回裸色系 就不会说有尴尬的状况出现 啊 这个白算是of pure white 它是属于很白的白 OK 我身上穿的是白色 啊 白加牛仔再加小布鞋 真的是 剪0 不只剪0啊 剪15了啊 非常好看 你要很干净很显白 戴走白色 OK 我身上的白色 所以像我之前讲 你穿这样子长度的这个衬衫啊 你就要配一个这样子 弱影弱线的裤子 这样子来配的 不要配太长的啊 不要配太长 对 不要配Ido 就像我这样子的 不要配半长布短啊 不要配Mana 很喜欢那个长度的布短啊 对 真的变麻辣了 穿起来 你可以选择啊 我们兴起来有个比较贴身的 那个上班的裤子 不解搭那一个 或者说 the office如果是 allowed 这样子 你也可以这样子搭 OK 它的特点就是这一边 很多裤子上 它可以配到我们的臀部 后来就是说 要短一点就像祖国家 这样子啊 所以说 完全不要风格 都是牛仔啊 它都是牛仔裤 它是酷来的啊 我的也是牛奶裤 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比较保守 这个是 这个是剪0 哈哈哈 这是手0 所以说 所以说 记得啊 所以说 就是说 下班生的配啦 风格 顾炎化风格 完全是不一样 主理身上是这样子 主理身上穿的是没有扣 我是没有扣 OK 有扣 就算你扣了起来 还是说 那些长度也是帮我们 改了 所以说 这个款式啊 你要比较 就是说 韩式的风格的话 这两个色 这两个色 或者是白色 所以说 对我来讲 我会选择这个色 因为我对我来讲 白色我会比较难照过 我就会选择带着 我身上的卡其色 OK 你要比较女人味 然后比较性感的颜色 这个色 非常好看 对 非常好看 很多片来讲 很多部分都很喜欢 它是说 不会太over 然后很耐看 适合的所有的年龄层 然后最好它是带 五个色里面 它是最带有女人味的 它不会给人家装润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粉啊 会给人家感觉装润的 尤其那种正粉啊 你就一看 OK很好看 可是看到之间 有点腻的感觉 来 你要同色系配搭 应该这么说啦 基本上衬衫 这样子的衬衫 经典的颜色 是这种babyblue 或者是白色的 对 这个babyblue 经典配搭 你要很多 很常配牛仔 你可以带走这个babyblue 然后另外一个是 比较有活力 比较青春的颜色 就带走细黑 它是粉青 都是属于那种粉粉嫩的颜色 也是一个非常难取舍的颜色 那么呢 损色方面 就看你比较 一我就觉得 看你一球里面 什么颜色比较少 还是说看你的上半身配搭 还是说你要带出来的风格 是什么 这样子来选择 五个色都很好看 都是更粉嫩嫩的 就是那种粉嫩嫩的颜色 所以说 就看你自己比较偏向的 哪个颜色 如果是选择 可能我就觉得 这两个选择 二选一啊 这两个你可以二选一 那么 背心的颜色 这两个二选一 它就是说 一个色就是说 青色 它就是说 五个色里面 它就是说 灯四个色 它就不会这么装的 OK 五个色 STH12 交钱是69 这一件是free size SNL的顾客到XL的顾客都穿得到 上衣没有超过我们提供尺寸 SSL顾客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穿得到的这个品牌 你看基本上啊 虽然说 XL的顾客都穿得到 穿在我身上 我平常是X glass mode 或者是X的 你不会感觉到它很大件 到没有期限 是不会 所以我们讲 这一个产家 它做这样子free size的上衣 它拿捏 那个尺寸拿捏 还有一个忘了讲 这个面料 你去那边找非常贵 这种面料是非常好的 它是非常好品质 一个面料的 所以说这个价钱69 你带走非常的划算 对 它这个的风格很像我们常讲 有个B字头的那个 它装卖这样子的面料的 它的价钱是非常贵的 DIVI 对 这个现在啊 属于AGR JS啊 这个纸料69 因为这种上面 在外面来讲三位数 它那间店可能是19 或者29 所以说 如果你们是偏爱这种风格的衣服 直接带走几个色 不会错 因为确实 对 那间店我太久没有逛了 因为太贵了 它的价钱 对 它的价钱也太贵 如果你们是偏下那个风格的 赶快啊 直接带走几个色 真的 那些从来不敢是粉色的 它不算是Lean 对Lean 对Lean来讲呢 它就会比较 对 不一样 它是这种比较属于 Cotton面料 它就是蛮接近Lean的 对 它不是水的 它还是属于Cotton面料 威坦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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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不敢穿粉的 这一件啊 可以尝试这一件的Page Pink 你穿了之后 你就会想要重穿又再重装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颜色很特别 基本上啊 五个是各有千秋 还没有下单要加单的 赶快 真的我这样都放在一起啊 有点难取舍啦 就像注意这样子讲啊 对 可能就看一下你衣服里面 什么颜色 你没有的 你就带走那个颜色 因为讲真的 你这五个色 随便挑个 带走一个颜色 都是很容易配搭的 诶 它有一个颜色 怕你收到会后悔的 你很想要 我这样配搭 我要这样配搭 很好看 这样子的啦 你回来带走 基本上都是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说 喜欢的话 我要带走一个色 OK 我就收Page Pink 这样子穿了 明天我带我爸爸去改改 我就这样子穿就好了 OK 对对对 来 我放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 Corton Tea 应该是来自这一个厂家的 OK 诶 这样子的喔 穿了喔 你可以吃很多发 你看看 这样子